吃的喝的用的 这条街以应俱全 连锁品牌也陆续进驻 高雄市的蛋白区人物 收贿产业进驻 人口增加大楼越来越多 也因此房价不断上涨 有啊 涨很多啊 然后年初买跟年底买 就涨了三分之一了 现在开价要开到三十出头了 会买不下手 就觉得说跟之前的价格 真的价差太多了 民众直呼人物房价金金涨 房仲业者说 人物由航太产业为主的人物产业园区 还有台积电是扎实的靠着产业进驻 人口移入带来涨幅 持续在动工的这个产业园区 然后A10郎道 四年前大概八百万左右 可以买到四房的部分 那现在的话可能八百万 大概会买到的是两房 房仲业者表示四年前 人物区大楼房价 一平十六万到二十万 现在二十五到三十万 涨幅逼近六成 而四房的大楼 现在成交价一千八百万以上 就会有一些客群 他们会考虑说 那是可以参考 人物这边的中古屋的透天 使用评数上面来说 是增加蛮多的 其实这几年 人物淹水的问题改善很多 而以加户密度来看 桥头人物五年来增幅最多 大量人口红利带来住宅需求 但白区的房价跟着爬升 也让民众直呼 房价涨得很有感 华世新闻宋文军徐金一 高雄报道